有一个小笑话 说的兄妹两人经常吵架 中午睡午觉的时候 这个兄弟弟隐约感觉到 有人在给他盖被子 他微微地睁开眼睛 看见是他七岁的小妹妹 他是兄弟 刚刚讲错了 不是他弟弟 是他的哥哥 他为眼睛睡觉的时候 看有人给他盖被子 眼睛一睁是七岁的小妹妹 他心中一暖 平时因为经常吵架 心想 我妹妹真的长大了 刚刚还没想好 没想到妹妹把被子 从脚给他盖到了头 淡淡地说了一句 安息吧 所以你想想看 一个人要改点毛病多不容易 你说说看 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吵架 经常吵架 他就不能原谅别人 所以你想让我们这么多的人 有很多很多的过去对人家不好 你要说让别人原谅你 难哪 你要用你去原谅别人 更难哪 所以要好好学佛 才能用慈悲心 化解你心中 无限的惆怅 所以 有些人呢 好像 哎呀 我很率真自居 其实 也是没修养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就是 很真实的 就是这样的 我讲的也是为你好 其实 他在率真之中 他夹杂着五欲六成的私心 如果你真的为别人好的话 别人会接受 你只要带着私心的话 别人不会接受 有的人说 我脾气很直啊 你别在意啊 我说话就是这个这样的 实际上 这些话并不是真正的学佛人 台长告诉你们 真是修道人 不闻世间过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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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过来 谢谢大家